好 我以為沒時間 不過對 開心來跟大家聊這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在過去的一個月內 應該大家都看到非常多的新聞 如果你沒有聽過 沒有玩過這個東西 你看新聞報導 或者是你的社群媒體上面 SMS 也應該一堆人傳了這個東西的截圖 每天都有人講說 這個又怎麼樣了 然後他又回答了什麼問題這樣子 我今天沒有要手把手 教大家註冊這個 然後上去問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對 相關的教學應該很容易 可以在網路上找得到 那今天聊這個主題 到底是想要跟大家討論什麼樣的事情呢 如果你已經有註冊了 然後你對GNB充滿好奇 那你也許可以上去問他一些 固定的問題 比如說三個關鍵字 請他介紹GNB 然後叫他用Emoji 介紹GNB 他也真的會貼Emoji給你喔 然後 當然 如果你希望他稱讚GNB 或者是用300字 介紹一個GNB的演講稿 他也一定會審給你 對 那如果你不懂 就是我們平常遇到的一些專有名詞 請他解釋 這個是絕對不會有問題 像這種不會寫成是這種 那個 否定句開頭的這種句子 他也可以很順暢的回答 好 我們知道它是一個可以陪你聊天的工具 可以陪你聊天的一個機器人 那 你可能會有一些想要問他的問題 那 他會回答你 這邊想要跟大家聊聊的事情是 有沒有想過 他是在提問前就有答案 還是提問前並沒有答案 是你提問的當下 才幫你隨機 喔 丟骰子喔 生出一個答案 那 無論如何 你都可以知道 他會生出一個答案出來 就是 你丟他 他會回你 當然網路斷掉的話 他就不會回答你這樣子 對 那 你問他他會回答 如果他打不出來 他也會跟你說他打不出來 好 觀測的當下 骰出答案 這有點像是 量子力學 推薦大家去看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非常的小眾 那 他所佔據的時間不多 這個作品叫 夏娃的時間 他是一個 講述有關 機器人 那個 三大電律 然後以及 如何寫程式繞開他 的一個小眾的作品 對 那 很推薦大家去看一下這個 小小的 短短的故事 我們今天可能隔壁場也有講 就是深層圖片 我們講了很多很多深層深層深層 那深層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些技術跟應用 它都會告訴你 你可能可以設定一些規則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隨機的 的因子在裡面 就是丟骰子 那 當你觀測它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一個 所見的 事實這樣子 欸 最近應該沒有人問神奇海洛吧 就是 對 因為 因為 他失業了 那現在大家都有很好的 可以問的工具 不只是Google 不知道Google會不會失業 對 好 我們 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有很多應用想要開發 有很多程式想要實現 當你手上有錘子的時候 每個地方都想要錘錘看 試試看這個工具 到底可以適用在這個情境 那 呃 我有一個 小小的疑慮在這邊說 當商業要介入像這樣子 聊天的機器人 它回答的模型的時候 我們現在 還看他非常的自律 但 當他有一天開始 介入商業的時候 呃 他可能會了解你問的每一個問題 他可能會比你的 呃 親密夥伴 比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更了解你 然後 他知道 你可能有想要買哪些東西 你可能有想要 呃 做什麼樣的事情 當 商業介入到這樣子的模型 之後 你告訴他 你告訴他的越多 當然 呃 我們都希望 他回答的更精準 更準確 更聰明 更友善 對 但是當商業 未來有一天 他要商轉介入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你已經 未給他多少屬於你自己的資料 對 那 我在這邊有一個 對這個傲慢的偏見是 我認為 呃 一般 我們看到一個新工具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想 這要怎麼使用 怎麼玩 怎麼樣應用到他新的場景上面去 但是也要想想 如果有一天 商業介入這個部分的時候 他可能會變成怎麼樣 所以 由 發展這個 的公司 去想一下 如果 他有一天要變現了 他需要 維護他的成本 那 這些部分 會 會不會讓你的問題跟答案 產生變質 好 這是今天的演講 謝謝 再次感謝聽我的分享 那我們 短講就到這裡 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來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